各位弟兄姐妹 主力平安 今天我们来把关于库什纳的事情说一下 因为8月13号这一天 突如其来的 其实是由川普来签署 但是事实上这个所有的工作是由库什纳来做的 这个是以色列和阿林球 实现了正常外交 也就是说签订了和平协议 两国互建使馆互派大使 就是形成一个正常的友好国家这样的关系 这是第三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 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 我们知道从以色列建国之后 以色列和周围所有的邻居打了个变 进行了五次中东战争 还有很多更小的零星的战争 这个我在讲启示录的十九章 哈密基多顿大战的那一章中 已经把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主要战争给罗列了一下 一共有十几个 也就是说平均每十年 以色列至少要打三次战 跟这些阿拉伯国家的邻居 所以呢 昨天的这一个跟阿联 不是昨天啊 前天的这个跟阿联酋的 关系正常化 建立外交关系的意义极其重大 这个是中东和平进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让很多人啊 就是说进一步的 确信 库什纳就是迪基多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究竟是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早就说过啊 谁实现中东和平 谁就是迪基多 是不是库什纳就会实现这个角色 等一会我们详细的来分析 今天开始之前 我先解释一下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不懂得 这个占星预测的原理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比如说啊 如果哪一天有准确的向位形成 所谓的准确就是啊 就是 比如说是正正好好 90度 180度 120度 0度 如果 无论是胸向和极向 形成一个准确的向位的话 当然了 这个向位不能包括是月亮的啊 因为月亮走的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呢 月亮的向位不在其中 至少是太阳水星啊 特别是金星火星这样的向位 啊 它才 呃 有重要的意义 呃 一般来说呢 如果哪一天啊 比如说是像在13号 呃 火星和明王星 准确的 呃 相形 在8月4号的时候 火星和 木星准确的相形 呃 呃 事实上呢 就是说 这个 在天体发生的 这个准确的向位 一定会落实到地上 落实到一件具体发生的事情上的 但是呢 呃 在西方占星系统啊 大家看到了这个星盘 它因为和中国的啊 这个奇门遁甲和紫微斗数的原理不同 而且呢 这个星盘是整个太阳系的一个一个描述啊 所以呢 在确定方位上这件事情的话 呃 应该说呢 呃 中国的占星系统更有一点优势 啊 他比如说是在这个呃 紫微斗数和奇门断甲这个方面呢 他表示方位啊 就是说更现成一点 呃 但是在西方的这个占星系统上呢 就是方位这个方面呢 没有中国占星系统这样啊 有一种先天的优势 但是西方的占星 呃 他更有这个啊 就像西方的数学这个系统一样 呃 他非常的直接 而且是非常的精确 所以呢 这个两边的不同的这个优势和劣势呢 呃 这个是取决于取舍了 所以在判断 一个相位究竟会落在哪个地方上 这个呢 事实上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而且呢 就是说这个事件本身的后续影响啊 这个呢 也是事先不是特别好确定的 比如说是8月4号的火星 准确行啊 流年的木星 这件事情就落实在了黎巴嫩的大爆炸这件事情上 这个是准确发生了的 但是这个方位是在黎巴嫩这件事情是有偶然性的 而13号这个火星型冥王星具体的落实就是突然之间签订了中通和平协议啊 我原来是设想是在台海方面啊 比如说是比如说是这个台湾方面拦截中共的飞机也好 还是其他的东西也好啊 就是说比如说是击落共击或者是拦截导弹之类的事情 或者是海底的什么突发的事情啊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海之间的战争还有一部分是在海下进行的 所以呢 事前占星师只能根据这个相位 来这个设想和推测 这个热点地区应该是在哪个地方 但是呢 事情具体的这个行程 这个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啊 所以呢13号的火星型冥王星呢 具体的落在了中东和平协议的突然签署上 这个是事实上是很多人啊 都觉得非常诧异的 包括我在内 我也没有想到他那一天会突然会签 因为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虽然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啊 但是在这个一年多之内 中东的和平进程受到了不小的阻碍啊 首先是因为以色列国内进行了三次大选 还不能形成一个政府 再一个呢 就是今年的这个疫情和整个全世界的啊 这个动荡的形势 但是没有想到呢 就是在前天突然签了 所以呢 事件的具体的形成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 而且呢 一年四季的转换呢 应该说是 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形成具体的啊 好几个 准确的相位 所以呢 一年之中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呢 都是要分轻重缓急的 都是有度的 有一些人呢 因为他不懂得这个占星预测的原理啊 就是非常偏执的啊 就在争执 这样的人事实上就是脑子不太好用啊 所以呢 一般碰到这样的人 我是连 连争都不争的啊 就是说 反正争了也没有用啊 他 如果一个人脑子一根筋 就像法轮功的一样的啊 你是没有办法跟他说的 也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啊 所以碰到这样的人 一般就是 就是 近而远之 我们接下去呢 来这个 讲啊 关于库什纳的事情 谁是低基督 这个话题 恐怕是现在全球的 所有的基督徒啊 最关心的话题了 嗯 其实呢 自从我是 2008年第一眼 在这个电视屏幕上 看到奥巴马的脸 我当时马上就自动想到了这个概念啊 敌基督 那个时候呢 2008年2月的时候 奥巴马是击败了这个希拉里 成为了民主党的候选人 在这之前 奥巴马只当过160天的参议员 可以说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人物 但是呢 他就是这样啊 成为了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在那个时候 事实上呢 为什么让我特别警觉的是 在战兴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明王星进入了摩羯座 一直要运行到2024年 摩羯座 是在美国的对攻的这个位置上啊 对攻就是公开的敌人这个位置上 所以呢 就在2008年到2024年这个期间 美国要进入一轮深刻的 不能妥协的 带有死亡和重生性质的 全力的对抗 大家已经看到了啊 奥巴马只用了八年的时间 就把美国差不多弄成残废了 如果在2016年胜选的 不是川普 而是希腊里的话啊 这个呢 用一句 现在有一位啊 事实上不是现在 他已经讲了20年了 就是伊斯兰教的末日学说 是一个伊斯兰教的著名的经学家啊 谢赫 他说的这个话啊 就是说如果2016年胜选的是希腊里 那么 世界核大战现在就已经发生了 在古兰经里面 世界末日 世界核大战啊 叫做 马尔哈马 事实上呢 看样子啊 不但是基督徒 不但是基督教的 研究圣经的专家 其实是真正的伊斯兰教的经师 也知道 奥巴马 希腊里 拜登 这伙人 究竟是什么东西的 随着2016年 奥巴马卸任 很多美国的基督徒 特别是福音派的基督徒 终于放下心来 认为敌基督的最大候选人 奥巴马终于不再具有威胁性了 事实上呢 这个放心是有点太早了 奥巴马现在正在谋求 现在啊 这个是进行史 正在谋求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 而且呢 奥巴马跟现任教宗的关系非常密切 很多的暗地里的外交斡旋 都是教宗在为奥巴马打造的 所以呢 奥巴马的危险性是依然存在的 而且必须时时刻刻的要提防 这个人绝对是个危险人物啊 这个是世纪不遇的危险人物 但是呢 现在最让人觉得 有可能成为敌基督的大热门的候选人呢 是以色列的新性的民族之心 也就是川普的女士库什纳了啊 可能大家很多人知道 库什纳产业的这个总部坐落在第五大道的666号 这个大楼上 事实上他现在已经卖了啊 他把这个666大楼现在是卖给了沙特 利润率是几百倍啊 这就是百分之百分之上千的利润率啊 就是说从他买买买来 然后到买 然后到现在卖出去 他是赚了很多倍的 而且呢 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 Jerry Kushner 事实上是白宫的内当家 白宫的二老板 一个真正能够左右世界局势的人 而且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现在的沙特王土啊 就是Mohammed Ben Salman 事实上他是世事都要请命和听令于库什纳的 也就是说呢 除了什叶派的伊朗 叙利亚 还有呢 黎巴嫩的真主党 还有呢 巴结组织哈马斯 事实上库什纳已经摆平了中东 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 同以色列的关系了 这个人绝对是有本事的人啊 我在最后部分啊 我在视频的最后部分来具体的解说他的心坛 这个从他的心坛上也是一眼能够看出来的 这个绝对是有本事的人物 我本人事实上是从一开始就对库什纳有戒心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是非常有潜质成为狄基督的啊 但是我本人不认为库什纳是狄基督 因为呢 如果是的话 按照圣经里的预言 狄基督在末世七年进行到一年半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末世之半啊 最后三年半的时候会下令 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 The Jacob's Trouble 库什纳本人作为犹太能不可能作为犹太人是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的 所以库什纳本人有野心成为犹太人的弥赛亚 但是按照圣经的预言 他不应该是狄基督这个人啊 也就是说最后狄基督这个人不会落在库什纳的身上 但是从川普这些年来日夜操劳的推进中东和平进程 和为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三圣殿创造一切条件来看呢 川普本人是在接近权力要打造库什纳的 作为犹太人领袖的形象和权威的 也就是说事实上呢 川普在客观上是为创造库什纳 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在做努力和贡献的 当然了这个也是神的做工啊 是神事实上是挑中了川普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呢川普在称呼库什纳的时候 都是说Darrett my son 他说我的儿子啊 川普一直是把库什纳当成他的儿子的 库什纳家族还同以色列的总理啊 就是内塔尼亚胡 事实上现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已经超过了以色列的开国总理 本古里安已经成为以色列建国以来 任期最长的总理 库什纳家族同内塔尼亚胡是世交 而且呢库什纳不但是操纵白宫的人 同时也是操纵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的 一个人物啊 库什纳是生于1981年啊 1981年的1月10号 也就是说明年的1月10号 他才40岁 而且呢 库什纳看起来呢是 长相是很很甜美的啊 就跟他的这个太太一样啊 这一对夫妻的长相都很甜美 笑起来还有酒窝 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 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 所以呢 库什纳虽然不是狄基督的最终人选啊 但是是在为狄基督上台创造最后的条件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物质层面上建立狄基督的宝座 也就是第三圣殿 在建立了第三圣殿之后 世界的政治宗教的中心就逐渐的从美国转移到耶路撒冷 事实上呢 这是一个一百多年的过程 先从Tax Britannia 英国的全球霸权 经过一战之后转移到Tax Americana 美国的全球霸权 在川普和库什纳的手中就会变成Tax Judea 就是从美国转移到了耶路撒冷 我这样说呢 并不是说库什纳是主观上 就是主观上在为真正的狄基督在服务的 最有可能的这个关系呢 是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这样的关系 丰臣秀吉在主观上啊 没有在为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创造条件 但是客观上德川家康就是站在封臣秀吉创造的一切条件上 统一了日本的 所以正确的说法是 库什纳在为自己成为犹太人的尼赛亚做努力 但是库什纳的所有努力 最后变成了迪基督上台的最后一部梯子 而且呢 库什纳现在达成的啊 现在正在达成的中东和平协议 就是为了建圣殿的 以色列人建第三圣殿的一切物质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现在只差两个条件 一个是红色小母牛长到三岁 现在红色小母牛已经两岁了啊 红色小母牛是2018年8月份出生的 现在已经整整两岁了啊 根据旧约的啊 这个民数纪要等到红色小母牛三岁的时候来献祭 还有呢 就是以色列要跟阿拉伯国家啊 有和平协议 这个是政治条件 因为呢 现在的圣殿山啊 就是属于啊 圣殿山上现在是阿克萨清真寺和原顶清真寺在上面处立着 现在的圣殿山是属于伊斯兰教的地盘 如果犹太人的第三圣殿要建的话 那是要紧挨着原顶清真寺来建立啊 也就是把这个圣殿山上分成一半一半 一半是犹太人的一半是绿教的 所以必须要同绿教有和平协议 现在签订的啊 已经有三个阿拉伯的主要国家了 埃及约旦和阿联酋 事实上呢 这个刚才说到了啊 沙特已经是库什纳的马仔了 还有一些更多的国家啊 教宗会帮助摆平 所以说如果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 明年赎罪节的时候啊 Yonkipo应该是献祭小母牛来完成这个清洁礼了 事实上呢 现在不但是包子在加速这个亡党亡国的进程啊 整个川普家族和川普的凡子 现在都在加速神的计划 无论是以色列派还是福音派的啊 都在加速进行着神的计划 很多网友呢 在我讲了这个行星撞地球那一集之后呢 就是去查这个NASA的资料啊 现在有一颗叫啊 Apophis 99942的这个小行星 是非常有可能 在2029年的4月13号这一天 按照轨道的话就应该撞上地球的 有一些网友就问我 是不是这一颗就是那个天使吹响第三号的那个叫阴沉的啊 Warmwood这一颗行星 现在还不好说啊 现在还不能够确定 但是呢 应该说是有这样的危险性的 非常有危险 而且呢 应该说是 如果即使不是这一颗啊 如果这个危险被化解掉了 还会有另一颗很快的形成 因为现在在NASA的网页上 等着撞地球的小行星 简直不要太多啊 真是防不胜防 就像呢 今年来访的这个大彗星啊 Neo Vice 本来NASA预测是 它不会真正的啊 就是进入大气层的 也就是说 在进入大气层之前 就会被 就会被化解 但是 这个没有发生啊 今年的这颗彗星是真的到来了 而且是成功的带来了 宇宙的信息 所以呢 如果是在2029年啊 有一颗小行星会撞上地球的话 那么连2033年都等不到啊 都用不着 耶稣基督就回来了 如果啊 即使是按照最慢的算法啊 因为现在有一个 事实上是一个 就是没有 没有形成一个共识的 但是很多人是在按照这个方法呢 来预测的 就是通过诗篇中的内容 按照诗篇的这个顺序的话 应该说是在2046年到 2050年 千禧年王国已经在地上建成了 也就是说最慢最慢的话 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 如果快的话 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看起来是神一秒钟都不想再等了 要给独生子和他的新娘教会啊 要完婚 下面呢 我们再把这个库什纳的星盘呢 来解读一下啊 根据啊 这个事实上 库什纳的星盘呢 在国际占星资料库上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 但是呢 他没有给这个 公位的 他没有给出这个公位的划分 因为呢 这个库什纳的出生的具体的时间呢 不能确定啊 出生的地点是确定 但是时间不能确定 在没有确定 具体的出生时间的时候 怎么样来判断的最主要的这个 依据呢 一个是根据外貌长相 再一个呢 就是根据已经实现的 这个人生的进程 或者是呢 比较突出的啊 在人生的某些领域的 这个方面 比如说是对于库什纳来说的话 他的第七宫里面是非常明显的 应该是有木星的 因为呢 库什纳的婚姻 这个是全球最完美的婚姻啊 在世俗人的眼光中的话 而且呢 库什纳的下降 就是第七宫的宫头 婚姻宫的宫头呢 是在狮子座 这个是完全符合 伊万卡的长相的 因为伊万卡的上升 就是在狮子座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符合 它的现实的 而且呢 根据库什纳的外貌呢 它应该是水平座的 库什纳身高 一米九一啊 只有水平座的人 能够达到这个高度 这个黄道十二星座 微标志的上升中 只有水平座的人 是可以超过一米九的 而且呢 库什纳的月亮 应该是在它的命宫 因为呢 刚才说了 库什纳本人的长相 非常的甜美 而且脸上有酒窝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月亮在命宫的特征 所以呢 从这个啊 外貌特征和婚姻的话 应该看出来呢 库什纳是上升在水平座的 下降是在狮子座 所以呢 从这个星盘上来判断呢 应该说是八九不离十的 库什纳的整个星盘呢 是集中在 应该说是集中在上班部的 也就是说 七八九十十一和十二 这个整个上半球的 占了它的着重的天使 下半球差不多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空宫比较多 即便是月亮落在命宫 月亮也不成相位 所以呢 库什纳这个人呢 是一个偏重于 就是上层建筑的 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呢 应该说是极无幸运的 库什纳这个星盘上最大的看点呢 是它的土木星在天平座 是成河像的 这个非常符合 库什纳是中东和平协议的推动者 木星在天平座 土星在天平座 我们知道天平座是外交与和平的星座 所以呢 这个非常符合库什纳现在正在做的所有的一切 而且呢 库什纳的火星同时跟它的土木星呢 成三分相 也就是说呢 库什纳这个人的后劲是非常足的 从表面上你看上去 好像他看起来啊 就是温文尔雅的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库什纳的行动力很足 而且他在进行行动的时候 都是你看不见的 都是暗中在进行着 实现着他的计划和野心 而且呢 从他这个星盘上看了 应该说他跟蓬佩奥个人的关系 应该是非常铁的 因为库什纳的太阳和水星在摩羯座相合 蓬佩奥的水星和火星在摩羯座相合 这两个人的应该说是非常的 惺惺相惜的两个人物 我甚至怀疑 提议让蓬佩奥取代第六三的可能就是库什纳 因为川普对于库什纳的建议是言听计从的 也就是说事实上呢 蓬佩奥得到川普的权力的信任和重用 事实上是库什纳推动的结果 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呢 这些郭粉期望的 这个班农重回白宫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一万年也不会发生 因为蓬佩奥的这个位置是库什纳造就的 还有呢 库什纳的月亮是在双鱼座 这个说明呢 月亮在双鱼座本身呢是入庙啊 是入庙的 是这个月升的位置 而且呢 库什纳的月亮是在命宫 也就是说事实上 库什纳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物 感知能力非常的敏锐啊 而且呢 应该说库什纳多多少少有一点通灵的能力的 而且在库什纳出生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件 就是这个Ago Minima 什么叫Ago Minima呢 我们知道啊 Ago是著名的魔鬼之星 Ago Minima就是这颗魔鬼之星在眨眼的时候 这个很有意思啊 具体的含义大家自己去想象啊 我在这里不展开 还有呢 就是库什纳的太阳和冥王星相形 太阳和冥王星如果有形象和冲相的话 这个造就着独裁者的潜质啊 日敏行和日敏冲都是独裁者的潜质 而且呢 非常显著的就是在库什纳的出生盘上呢 木星和土星呢 是在天平座相和 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年末啊 圣诞之前 土星和木星再次相和 这个是在水平座 这个呢 会跟库什纳的本命星盘上 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啊 一个一个相位啊 而且呢 应该说的话 如果啊川普真的在11月胜选了的话 最快的话就是他的敌人企图就是在12月 川普就职演说之前 1月川普正式宣誓就职之前呢 想要谋杀他 因为呢 前两天已经发生过了 川普在 这个 发布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 遭遇了一次这个 暗杀啊 刺杀未遂 当时在白宫外面发生了枪击案 有一位 这个川普的保安人员受伤 也就是说事实上 川普的敌人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杀他 要想杀他了啊 所以呢 最快的话 就是在今年的12月啊 为了避免川普 就任 啊 就是宣誓就职第二任期 可能会有一次 比较大规模的 针对川普的暗杀 所以呢 如果今年前 圣诞前后呢 如果这一次暗杀真的发生了 有可能是 没有打到川普而打到库什纳 我们那个时候再看啊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因为在川普的头上呢 有一个 在川普的出生盘上呢 这个尔沟是在他的冬天这个位置上 所以呢 如果圣诞前后 圣诞节 这个 这个左右的时间 如果库什纳 如果受了枪伤 如果一只眼睛失明的话 那么呢 他就是敌基督 如果没有 那就不是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古兰经里面说 这个末世的独裁者一只眼睛 所以呢 未来的这个敌基督 应该说是 曾经遭受过一次致命的枪击 但是呢 奇迹般的恢复了 所以呢 这个眼睛是 衡量啊 就是考证谁是敌基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说到这里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前两年的一些发生的比较蹊跷的事情 如果结合啊 今天我说的这些内容 你就会理解了 为什么当时会发生这样蹊跷的事情 首先呢 是2019年的6月 那个时候呢 因为发生了反送中运动 川普呢 在6月的时候呢 就是 为了 就是说不让贸易战升级 而缓加关税 当时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包括呢 吴建民老师是强烈的啊 就是说 愤怒啊 对川普的这种穗净政策 事实上呢 这个背后的原因呢 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因为2019年的6月25日 库什纳 在中东 进行啊 演说 和推进 中东和平计划 开启了一个中东和平与繁荣工作室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这个是在6月25号 就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啊 就是在 大家强烈呼吁川普要制裁香港的时候 川普不愿意把这个矛盾升级 是因为他的女婿正在推进着中东和平计划啊 所以呢 现在大家理解了 还有呢 就是2018年10月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非常轰动的啊 一个惨案 就是这个 沙特记者卡舒吉在伊斯坦布尔的这个沙特领事馆被肢解 当时进行了很多的调查 中情局甚至是给了这个调查报告说 沙特王储啊 MBS啊 Mohammut Bin Salman 就是指使这个惨案的这个主使 但是川普否定了中情局的调查报告 为什么是这样呢 没有就是说按照啊 中情局的报告来处决这个啊 来制裁沙特 这就是因为沙特王储就是川普女婿的马仔 所以呢 川普没有办法下这个命令啊 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了啊 为什么 川普在前两年会有这些啊 碎离和犹豫不决的或者说是不公益的啊 这样的决策啊 那是因为呢 川普实在是加在福音派和以色列之间啊 必须要权衡各种各样的关系 尤其是川普必须要啊 全力的推进 把他的女婿打造成犹太人的领袖的这样的啊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 所以呢 现在大家就理解川普为什么 过去的这些行为啊 有的时候可能不让人特别的满意的原因 事实上呢 因为川普本身是个双子座 双子座的人事实上都是两个人 也就是说事实上呢 双子座的人本身的性格就是一对双胞胎啊 他们有可能是两个人格和两种性格同时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前后啊 就是今天用库什纳这个话题呢 来总结和揭示一下前些年 前些年的一些啊 悬疑的问题 明天和后天呢 继续来讲启示录啊 因为现在这个启示录已经进行到了非常关键的时期了 而且呢 我今天也已经讲过了啊 神事实上是再也不愿意再等了 正在加速实现神的计划 和加速开启 启示录时代的到来 我还得到这一会儿 吗 是 你